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陪洪恩主任对老年人生活研究后的感言 老年人有病是常态 无病是例外 时下有许多老年人在生理指标与正常值 失之偏颇时助长了过度讲究健康的倾向 以一台汽车为例 出场指标与堪用指标一定是不等同的 如果拿出场标准检查 我们家家户户的汽车恐怕全都是不合格的 但我们不是每天都开得好好的吗 老年人血糖稍高一点 血压稍高一点 只要相对稳定一点问题也没有 现在老年人的理念是以健康为中心 这种比法值得商榷 人生在世应该以快乐开心为目标 健康只是条件不是目的 如果以健康为中心 甚至以健康为目的 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喝 一天到晚抱着血压记 血糖仪 这哪里是人生 哪有幸福 充其量是战战兢兢的狗活着 今日网上流行一句话 你要过日子 不要让日子过泥 是否也可以套用一下老年人健康问题 你应该享受健康 不该让健康奴役你 许多老年朋友的不健康 恰恰在于过度讲究健康 明明都是使用了六七十年的老设备 却希望能检测出 年轻人身体运行的参数 这怎么可能 追求不可能的事情 只会伤害自己 能健康吗 说到底 我们还是要接纳 大病疾病没有 慢性病老年病有那么一些 是基本健康 或者说不那么健康 学会与各种 慢性病老年病和睦相处 相依为命 这是现实 总之 我们习惯与疾病共存 携手同行 不那么健康的 过好每一天 享受每一天 开心生活 人生 才有意义 与好朋友共勉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